天人说要排四个小时 带着两个孩子怎么排啊 绝望 是鸡蛋 是鸡蛋 朋友说旁边的女儿是自己付钱的 付钱就不用排队 对啊 几钱啊排队 几钱啊二百四啊 走得过公公婆婆 那些婆婆都说排了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那她是几点 现在十二点几 我计八九点她就来排 现在已经回到家里面了 我们今天就没有检测到 因为排那个队真的是很长 我根本找不到龙尾在哪里 所以呢 今天检测的是没什么可能的 我们就立马回家里面 然后上完预约 但是呢预约也没有位置了 那这两天我们就只能预约到十号或者九号 我老公下班之后再去检测 还有就是青菜太贵了 四十块一斤 还有菜心要三十五块一斤 前大妈的菜好像就没有涨价 但是呢十点钟之前呢就已经卖光光了 而且很多人 人挤人 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去抢检 是听我朋友告诉我的 然后她发一个截图给我 我们才知道 然后我们一接到消息 就立马往那边赶了 但还是没有捡到嘛 也没有人说来通知我们 也没有人说来贴通告之类的 真的是有点混乱 不过呢我们也不去抱怨太多 因为毕竟这些事情都是比较突然突发的 而且现在也是大过年了 人手也不够 就只能大家都互相配合